首席与比特币,Bitcoin,挂勾的期货交易所买卖基金,ETF,带动比特币价格周三破顶。 虚拟货币大好友,科技股女股神伍德,Cathy Wood,則表示仍在观望。 旗下握基金尚未占手。他指,旗下团队正仔细地研究该项产品及比特币期货。既能了解期货价格高于现货价格所带来的税务影响。 故不急于进场。对于比特币似能升势。摩根大通分析师Nikolaus Panagat-Zoglu认为,该ETF上市非主要有因。 相反,市场对高通涨的忧虑才是关键。他指出,通涨飙升令投资者重新对可以对冲风险的资产产生兴趣。 其中就包括比特币,而资金流动的变化将继续支撑年底前比特币上升的预期。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瓶斯,Paul Trudeau Jones,担心通胀前景。 建议投资者大手买入抗通胀资产,声称目前虚拟货币是价黄金更好的选择。 他痛斥美国联储局的一众决策官员是通胀创造者。 而非通胀斗时,他亦提醒投资者将股债作六成及四成的比例配置以不适用,应增加抗通胀的避险工具。 虚币总市值标至21万亿,市场对虚拟资产关注增多。 带动虚拟货币总市值标升至2.7万亿美元,约21.06万亿港元,的历史新高。 交易平台CryptoCompare数据显示,比特币在高位回落,增跌于6%至每每6.3万美元水平。 而哥尔泰币曾抽升至4,374美元的新高,雷升14.92%。 另一方面,内地当局打击虚拟货币步伐未止,国家发改委按照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有关部署,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,以在产业结构条整指导目录中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中,加入挖矿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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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